好 现在绿营是逮到的机会 狂打这个国民党空战女王徐晓鑫 当然讲的就是徐晓鑫的 这个大姑夫妻涉入了诈骗案 现在大家自然也会来检视一下 徐晓鑫你个人有没有涉入 但是呢 这件事情 在今天是爆发了一个案外案 那起因就是徐晓鑫 她是对外来公开这件事 说原来她也是最近才知道 大姑遭到了家暴 好 她说是事情爆发之后 婆婆让她知道 并且在3月25号才签发了保护令 她也是看到了保护令 才知道大姑遭到家暴这件事 还说老公姐姐的一名朋友 传了一段语音档给她 她这才知道 原来过去杜先生指的就是她大姑丈 曾经恐吓要杀了我们全家人 好 事件的演变好像变得有一点惊悚 那死对头这个立委黄杰 进来的这个新节大战 黄杰呢 昨天说要告徐晓鑫 因为她不满徐晓鑫就这件事情 来批评黄杰脑子有问题 这件事 黄杰是要求徐晓鑫 24小时之内道歉 否则就要提告 不过呢 24小时早就过了 目前看起来黄杰这边是并没有告的 反倒是脸书又po了最新的贴文 她批评徐晓鑫一个故事讲了四天 还讲不清楚 并没有人说你诈骗 但你却一直骗说法一直变 自然经不起检验 还说徐晓鑫现在是业力引爆 最该反省的还是自己 忠心希望徐晓鑫不要再被仇恨蒙蔽 找回做人基本的底线 不过最新的po文一出 倒是比较多网友在下面留言 反问黄杰 说好的要告呢 告了没赶快去告啊 24小时早就过了耶 好我们来看到除了这个 新杰大战之外呢 亲侣名嘴温朗东近期也是 紧抓着这件事来狂打徐晓鑫 双方口水战非常的激烈 但现在徐晓鑫是反攻来踢爆 温朗东和诈欺案的东陵公关 顾问公司负责人林渝伦 以及大姑刘向杰 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还比较紧密 过去三个人还和现在 承办高宏安案的这个检察官 有一个四个人的line群组 而且发现这几个人的背景 都是绿的 所以呢这个徐晓鑫就反问 现在呢绿营狂打说 要比照徐晓鑫的标准 连连看 那但是呢到现在最后就发现 原来连起来的都是一群塔绿班 而不是连到我身上 好这就是刚才看到这几个人物 温朗东 林渝伦 刘向杰 也就是这个徐晓鑫的大姑 那这个照片就是来自温朗东的FB 好现在也被爬出来了 那还有一说呢就是徐晓鑫 今天也在顺便反问了一下温朗东 检视别人之前先检视自己的话 他想问他 这个脸书曝光的照片 就反击逃兵说 因为呢温朗东又在批评 徐晓鑫的老公有逃兵役这件事 那今天呢 徐晓鑫那一方是已经提出证据了 为什么不用服兵役 是军医的正确诊断 确实无法服役 反批温朗东 好像又是一个不实的指控 我们就来看到徐晓鑫 温朗东最近呢 就为了诈骗风波 还有兵役问题 频频的透过媒体来隔空交火 那对于温朗东 又扯徐晓鑫先生 刘燕里也有逃兵的问题 徐晓鑫痛批温朗东说话不实 他的先生今天会自己对外做出回应 另外呢 针对了486先生 对徐晓鑫发动连数罢免 他则表示 没有证据证明他涉入诈骗 是要以何种理由来罢免他呢 我先生的事情 他今天自己会回应 我看起来不像男生 我也没有兵役问题 所以这个问我呢 那他这个 我也没有在那么早的时候 就跟他认识了 但是我知道他是 温朗东是唬烂的啦 所以呢 所以那也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我想 也不用别人随便唬烂的事情 我们都要一直回应啊 不然每天在外面唬烂 那我们清清白白认真做事的人 不就回应不晚了吗 我知道486先生 现在要发动我的罢免 但是我相信 所有的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测译网军吵了这么多天 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任何一张图片 一张照片 一个证据 真的指控我 涉入到任何的诈骗 或是洗钱的案子里面 所以我想要请教 大明我的理由是什么 我涉入了诈骗吗 我参与了洗钱吗 我有帮助诈骗集团吗 不仅都没有 我还提案修法 所以我们对于反诈骗 对于诈骗生物痛绝 这样子的决心 从来没有偏移过 所以我不知道486先生 是要以何种理由 来对我进行罢免 因为我的老公的姐姐 目前涉案正在被调查当中吗 是这个理由吗 那这不是很可笑吗 所以我觉得 我某种程度来说 我也是一个受害者 我老公的姐姐的老公 好远哦 他在家暴的时候 他在说要杀我全家的时候 我甚至不知情 我现在知道了 也感觉到非常的恐惧 但还好他在看守所 所以也目前 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实质伤害 但是 今天 所有的事情 打了这么多天 没有任何一项的证据 实际指控我参与了 诈骗洗钱 或是我有协助 诈骗或是洗钱 那请问 你们要进行罢免的理由 是什么呢 好我们看到 徐晓星现在 深陷新的战场 颇有以一党百的 那种无力感 第一个呢 就是徐晓星 老公免疫的问题 现在也被掀了出来讨论 另一个呢 就是徐晓星刚才提到 他现在面临的 可能被罢免的罢免之争 再来呢 徐晓星可能接下来 也要面对一些法律战了 法律战就是因为 徐晓星针对了 一百万元的说辞 被台湾基金到 基金到台北地检署 监察院来按铃告发 指控徐晓星 可能触犯贪污治罪条例 以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 还有刑法诈欺罪等等 对此 徐晓星则回应 他很感谢台湾基金 因为这样一来检掉 才可以帮忙追查真相 还他清白 好 再来看到的 就是这个台北地院 今天是再度开审 关于新竹市长高宏安的 涉贪案 记上一回小兔黄慧文 金句联发 抱怨高宏安 连十块钱的手续费 都跟他斤斤计较 那当庭他也表示 这个高宏安曾指示 要销毁电脑这样的一个说辞 而下午多次被传与高宏安关系匪浅的 男性亲密友人李中庭 也将会以证人的身份出席 备受关注 司法不干 小宏市长 大批支持者门口高喊加油 新竹市长高宏安一声俏丽扬装现身 难得停下脚步 跟支持者握手表达感谢 正如涉贪风波 17号再度现身北院 马拉松市开庭 上次开庭前行政主任小兔黄慧文 金句联发 表示高铁票10元手续费 高宏安都要求助理自行负担 还警报民众党地方党部 拜拜水果 都有用助理加班费买单 今天上午接棒结问陈幻宇 一样语出惊人 听上他供出 高宏安曾指示 对于零用金别乱说 还说电脑讯息删掉也能还原 所以要彻底销毁比较保险 种种证词 恐怕都对高宏安不利 更受瞩目的是 与高宏安关系密切 曾从鸿海跨足担任 国会助理的李中庭 也将在下午以证人身份出席 他曾一度被列为被告 不过最后调查 有参与选民服务工作 最后不起诉处分 高宏安就任市长后 李中庭虽然不具公职身份 多次被影社接触市府公务 又报与高宏安同租豪宅 以为亲密男性友人 更被小兔视为高办 第二号人物的李中庭 也将是高宏安设谈案后 第一次在公开场合 对案情有所说法 还会抖出什么内幕 高宏安市长保卫 能否坐稳 大家都在等着看 记者中程良 飞亚桥台北报道 而另一位徐乔欣 卷入大姑夫妻 设诈骗案 如今衍生了逃兵案外案 名嘴温朗东指控 徐乔欣的丈夫 台中市研考会主委刘彦礼 当年在父亲陪同体检下 直接获判免疫 然而刘彦礼 在今天上午是 拿出了免疫证明 还拿出了体检报告 因为右小腿 有一个血管流 才判定免疫 这个是三军总医院 在民国98年 1月16号 由蔡建松医师 做的诊断 诊断我的右小腿 就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动静脉的血管流 它会让我没有办法 正常的运动 包含不能久战 不能奔跑 不能游泳等等 所以它是符合运动功能障碍的免疫体位 在收到这些诊断证明之后 他们所做的判定 依据兵疫法 第四条跟第三十三条 判定我为免疫体位 就是不用当兵的意思 现场曹吉隆 跟当时的评议处 所发的证明在这里 同时 虽然这事关我个人的隐私 虽然温朗通先生 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 虽然我认为 我不见得要解释那么多 但是我还是负责任的 公布我个人的病例 我在2009年 所做的核磁共振造影 这里清楚地造出了 我的两个小腿 这个是我的右小腿 这个是我的左小腿 这里 就是我血管流的位置 温朗通先生 他非常不负责任 他用发问的方式做影视 本身 温先生 他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 证明我父亲陪我做体检 他也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 说我是特权免疫 但是 我在这边要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温先生他讲的 不仅毫无逻辑 毫无证据 而且也不是事实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